正负离子由于静电引力相互靠近 又见没有 当单充分靠近时 两离子的电子云就互相排斥 方黎 别挑战我对你的耐气 反正我都要被退学了 能拉一个电背也不亏 当吸引力和排斥力相等时 就形成了稳定的离子结束 是你逼我 真的就是 是高一那会儿找到你们班的那个洛言 就是他 一直以来 他就是缠在我身边的恶魔 你私自收插队点阁费 积少成都 就带走 打小报告 祸盖 看到没 这个对角线 这个距离 就是我的清白 又遇见他了 你们两个在实验室偷偷地约会 引发了这次爆炸 敬你 我天 那么帅吗 看不出来你还喜欢他那种类型 你可得了吧 我和他 还诈了些事 对 您看清楚 他在陷害我 老师您别听他胡说 你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被退学 咱俩在一条船上 要倒霉 一起倒霉 总之巧 既然你这么绝情 那我也不会客气了 你是在向我宣战 是啊 霍远 你干什么 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说清楚 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要让你尝 被所谓真相冰望的姿劳了 霍远 说得出来你肯定不信 他说他忘了转学那年发生的事 开什么玩笑 跟我们玩失忆啊 失忆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人被放逐 没有来出 也没有去出 我跟方黎高中就相遇又分开了 大学又重逢 你跟方黎高中就相遇又分开了 你跟方黎高中就相遇又分开了 你知道这多么想盖着的事吗 这也是你妈妈的一份心意 扔了多可惜啊 她从来就不回来 这算什么心意 你懂什么就替她说话 这青春期的男孩子呀 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好意 非要折磨人家 我有一个朋友 她 算了吧 这么多年了 你身边除了我 你还有别的什么朋友 你这是来做好事的 怎么弄得跟做贼一样 你对失序是什么看法 一个傻子吧 还没好吗 我能进来吗 失序 菲菲 你听我解释 菲菲 齐菲菲可是比方黎厉害一百倍的女 我警告你 别欺负她 否则 你这女流氓 那小子该不会就是你说的 狂追方黎那个学长 这么喜欢来我们学校 是啊 主要还是喜欢这里的人 这个苏启阳段位不低呀 帮你做实验 邀你看电影 你对我好像有敌意 我为什么对你而敌意 估计你自己最清楚吧 叔叔 按照咱俩的约定 你现在是不是该 你们 什么约定 该跟你提分手啊 在你心里 我和那个盛泽是一样的吗 他比你温柔多了 也比你更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这才是任由你变了 怎么可能 我从来都是你 从来都没有变过 来 我 别打了 你真的确定他当你男朋友了吗 我跟谁在一起 知道向你汇报吗 我就是帮朋友一个忙而已 有必要这么复杂 到底是谁把这件事情 搞得复杂的 你就不怕我想太多吗 走 我让你走啊 听不懂吗 很不好受吧 把喜欢的人 推到别人身边 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 抓住一些东西 但最后发现 什么都抓不住 你说一个人的初恋 会不会永远占据一个人 心里很重要的位置 你都失忆了 你还能重新喜欢上方理 你说初恋重朋友 你知道吗 洛丽 你是一个特别温柔 特别勇敢的人 你知道当我回起这些的时候 心里有多开心吗 你还记得 这辈子 都不会忘记 最让人影响不到的是 即便是他失忆了 他还是又一次 重新爱上了你 也许 在他曾经的青春里 我一度迟到 但我的未来 他一定不能缺席 我喜欢你 不是从重逢开始 而是从我们相识开始 方黎 我以后能坚持的考虑 都留给了方黎的位置 比起他离不开我 其实 是我更离不开他